2024年1月23日,比利时国防部部长卢迪文对外宣布,比利时计划在2024年度向乌克兰提供超过6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而且这笔援助资金主要来源于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再过一个月,俄乌战争将打满两年。 这场自海湾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地缘战争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持续了两年之久,可以说这个结果在战争爆发之初,无论是参战的双方还是围观的抗客都不曾想到,或许有人会问,俄罗斯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已经不得不向落后且贫穷的朝鲜抛出橄榄枝。 为何始终没有向中国提出增援呢?毕竟中俄之间始终对外宣称合作无上限,中方为何自始至终没有向俄罗斯伸出援手呢? 已始未尽,可以知心替,已人未尽,可以明得失,欢迎订阅匠新历史。 首先,中国之所以没有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最核心的原因便是,俄罗斯发起的这场战争本身师出无名, 是一场缺乏道义的单方面入侵,众所周知,俄乌战争的直接导火线,使俄罗斯怂恿乌东四周发起公投,自动加入俄罗斯版图,这相当于侵占乌克兰的领土。 这种明目张胆的强取豪夺,即便是嚣张的美国,也不敢轻以为之,因此俄罗斯从最开始就不占领,尽管事后许多专家分析,俄罗斯是落入了美国设计的圈套, 目的就是想让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场,从而削弱其国力,最终成为美国坐山观虎斗的牺牲品,更有不少人站在俄罗斯的角度考虑,认为北约东扩对其造成的威胁已经到了不得不反抗爆发的程度, 也就是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建在弦上,然而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这场地缘冲突给乌克兰人民带来的灾难。 毕竟自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地缘格局已经基本确定,虽然小规模冲突不断,但是像俄罗斯这样明火执杖发动战争的行为的确不被国际社会所认同,因此无论如何,俄罗斯已经失去了道义,普京也理所应当地遭到了国际法庭的通缉。 当然,倘若以东西方对立的角度来看,这都可以归结为是欧美国家从中作梗,俄罗斯只不过是被逼无奈,但归根结底,发动战争本身就应该遭到谴责。 正因如此,中国始终在俄乌战争仪式上保持中立态度,并且呼吁双方和平解决。 实际上,这已经是对俄罗斯最大的让步,倘若让中方牵扯到这场失出无名的战争之中, 那么无疑彻底毁掉了中国多年以来崇尚和平的国际形象,更不要说一旦中方为俄罗斯摇旗呐喊,那么相当于站在了欧洲与美国的对立面。 这对正处于快速发展的中国来说,可谓是得不偿失,要知道。 一旦中国支持俄罗斯,或者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那么就等同于中国正面与欧洲和美国对抗,虽然中美关系长期以来都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 而且美国政府近年来在诸多领域对中国进行封锁与打压,更是在亚太地区部署军事力量以图震慑中国,但是中美之间还远远没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这不仅仅因为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的两个强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有着密切的合作, 更因为中美之间在历史上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更何况中美两国各处世界的另一端, 中间隔着浩瀚无垠的太平洋属实没有正面对抗的必要,尤其是在当前世界格局剧烈变化的情况下,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清楚,中美关系虽然很难更上一个台阶,但是绝不能进一步决裂。 否则双方都将自讨苦吃,也正因如此,中美两国在包括俄乌战争、巴以冲突等诸多敏感问题上, 虽然立场不同,但却不曾擦枪走火,因此在美国支持乌克兰的情况下, 中方只想保持中立而不是站在对立面,如果说中方不愿与美国撕破脸是因为彼此距离甚远, 那么对于欧洲来说,中国是不想失去欧洲市场,因为无论是一带一落还是中欧专列, 欧洲对于中方来说都是一片充满希望的蓝海,中国想要在下个阶段实现经济的进一步腾飞, 必然离不开欧盟这个巨大的经济体,而且面对迟早有一天会被搬上台面的中美对抗, 欧洲必然是中美双方争夺的重要资源,倘若此时,中方因为支持俄罗斯, 而彻底得罪了欧洲,那么相当于将欧洲推到了美国身边, 这从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绝对是百害而无一利, 因为在过去几年里,欧洲明显有重返世界舞台核心之势, 毕竟在美国的布林顿森林体系的影响下,欧洲已经受美国指手画脚多年, 如今世界格局巨变,欧洲自然不想放过这个机会。 而这对中国来说,同样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而从目前俄乌战争的进程来看,俄罗斯与其说是与美国对抗, 不如说是在敲打欧洲,毕竟长期以来,俄罗斯是以欧洲国家自居, 只不过出于种种原因,欧盟始终将其排除在外, 因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大有敲山震虎之意,所以考虑到中欧关系。 中方绝不会在这个阶段向俄罗斯伸出援手, 更何况俄罗斯并没有表现出需要帮助的诚意。 实际上,中国之所以始终没有援助俄罗斯, 或许与俄罗斯方面的态度有很大关系。 因为俄罗斯虽然嘴上说与中国合作无上限, 但是并没有拿出实质性的诚意。 要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国际关系中更没有见义勇为与拔刀相助。 欧美之所以援助乌克兰,虽然有战略层面的考虑, 但更多的是有利可图, 毕竟那些在乌克兰战场上烧掉的欧元、美元, 最终都会以其他形式加倍奉还。 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说, 显然没有拿得出手的交换筹码, 在其海外资产被大量冻结的情况下, 想要购买武器也只能向朝鲜打打人情牌, 至于向中方采购武器。 即便中国愿意出售, 恐怕俄罗斯也囊中羞涩, 更何况如果仅仅是为了赚钱, 中方对这种战争的不义之财绝对不屑一顾, 因此俄罗斯可以拿出的筹码就更加少之又少, 除非俄罗斯愿意割让地缘利益。 最直接的就是对中国开放远东与中亚地区, 因为长久以来正是俄罗斯把持着远东与中亚, 导致我国东北与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迟迟落后于其他地区。 倘若俄罗斯愿意以此为条件, 或许中方会有所行动, 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说,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是绝不会松开远东与中亚。 毕竟国家之间既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不过倘若俄罗斯真的愿意用远东或者中亚来换取欧洲, 那么中方确实可以考虑一二, 毕竟与远在数千公里外的欧洲市场相比, 家门口的远东与中亚更具吸引力, 除此之外, 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显然还给自己留有余地, 那就是没有彻底与美国翻脸, 只不过是在拿乌克兰叫板欧洲, 因此, 倘若中方这个时候主动提出增援, 很有可能热脸贴上冷屁股, 自讨无趣, 更何况多年以来, 中俄之间也有着一笔说不清道不明的烂账。 俄罗斯在没有表示充分的诚意之前, 中方按兵不动才是最佳的选择, 除了上述原因, 中方之所以不能在这个阶段军援俄罗斯, 是因为中方还有更重要的事业需要完成, 那就是国家的统一, 要知道,台湾问题始终是中方面临的首要需要解决的大事, 在台湾没有回归之前, 中国并不想在其他地缘摩擦中浪费自己的精力, 也不想因此而暴露自己的国防实力, 因为一旦中方增援俄罗斯, 那么美国必将趁机在台湾问题上坐手脚, 尤其是在当前菲律宾不断借助仁爱交向中国挑衅的情况下, 中方很容易陷入左右两难的境地, 更何况, 向俄罗斯增援武器就会给西方世界分析我国军事实力的机会, 在当前世界格局风云变换的前提下, 主动暴露自己的实力是最不明智之举, 就像当前深陷于乌克兰战场的俄罗斯, 就是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暴露了太多的家底, 导致欧美国家对其不再像此前那样畏惧, 致使俄罗斯只剩下核武器能摆上台面, 要知道, 当前台湾问题并不容乐观, 尤其是在台湾下一任领导人为台独金孙赖清德的情况下, 两岸关系必将向更微妙的方向发展,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 台湾本土出生的年轻人日渐缺少身份认同感, 这必然导致台湾回归的进程越发困难, 因此不排除武统台湾的可能性, 准确来说, 中国需要随时做好战略部署与准备, 一旦历史性的时机到来, 必须果断出手, 不能有丝毫犹豫, 正是鉴于上述四个原因, 中国才始终不曾向俄罗斯正面提供军事援助, 但是作为邻邦, 中俄之间有着无上限合作的前提, 考虑到未来世界局势的变化, 中方定然也不会任凭俄罗斯成为隆中困兽, 最好的方式就是在贸易上与俄罗斯加强合作, 比如现在正被提上日程的远东市场, 以及中俄之间的能源输送, 总而言之, 世界格局正在迎来巨大的变革, 身处漩涡中心的中国, 既不能轻举妄动, 也不可能作弊上官, 唯有时刻做好准备, 才能勇力朝头, 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树立起危机意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从来都不是取决于别人, 而是要靠每一个人的付出与奋斗,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 如果有什么建议, 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 明天带 AGAR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